这个婴儿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大人 为了不吓到自己的父母 她忍了十个月才开口说话和走路 刚上幼儿园就被老师发现 能像大人一样写字 学习能力也比别人快很多 原来女孩较劲疼妈美 因为一次车祸她重生了 在车祸之前 33岁还没结婚的她 过着在政府部门上班 下班和朋友喝酒聊天的平淡生活 在车祸后 她来到一片空白的空间 不远处有一个服务台 在投胎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 她需要往左边走进那道门 就可以开始她的下辈子了 刚想走过去 马美回头向工作人员 打听这次投胎的情况 是不是可以比上辈子要好点 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 经过这33年的努力 她下辈子只能投胎成威地马拉的大师一兽 马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一遍 工作人员告诉她 需要积累足够多的英格 就可以提高投胎成为人的概率 马美想不会是因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没有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才导致自己的英德不够的吧 但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呀 工作人员告诉她 其实还有第二个选择 就是选择不脱胎 并且以自己的身份 重新过上同样的人生 可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迹 重新积累英德 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 而右边的那个门就是用来重生的 马美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右边 当她打开门的那一刻 却发现自己居然是带着上辈子的记忆重生了 好不容易忍过婴儿妻上的幼儿园 为了积累足够的英德 她再也不乱扔垃圾 也不像以前那样去采摘花朵细花蜜了 有着大人思维的她 还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秘密 就是她的玩伴林奈父亲和老师走得很近 她记得上一世林奈突然改的名字搬走 他们搬的老师也消失不见了 难道他们两个人会发展出婚外情 所以才导致林奈的爸妈离婚 最后林奈的妈妈带着林奈搬家了 而老师则是被幼儿园开除了 为了阻止两人往后发展 马美总是趁着两人说话的功夫干扰和打断 不过有一天她看到 林奈爸爸给了老师一张纸条 于是她趁着老师不在办公室的机会 将纸条里面的内容修改了 回去之后她左思右想 觉得这样还是不保险 得彻底断了他们的联系 所以她打算发一条威胁短信给林奈爸爸 说如果她搞外语就告发她 但是这个时代手机还没诞生 她想起来朋友曾经教过她 怎么用做机电话给呼叫机发信息 于是晚上趁着父母睡着的功夫 准备用家里的坐机电话发 还差点被自己父亲发现 好在被搪塞过去了 后来一想不行 被用公用电话发财保险 于是她来到公园的公用电话厅 用书本垫高了位置 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带钱 根本没办法发信息和打电话呀 无奈的她只好再次回去 回到家她想起妹妹跟她说过 爸爸藏私房钱在鞋子里的事情 果然带着记忆重生就是事半功倍 她来到鞋柜处 在爸爸的鞋子里面 还真的找到了私房钱 再次来到电话厅 终于把想发的信息发了出去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被巡逻的警察发现了 要是被警察带回去 爸爸妈妈发现自己偷跑出来就不好了 为了躲避警察 她藏在了车下面 等警察走后她才悄悄回了家 忙了一晚上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第二天 林奈的爸爸果然没有再和老师说话 接完林奈就直接走了 之后林奈没有搬走 老师也没有消失 她的计划算是成功了 几年后终于上小学的她 学习依然轻松惬意 就是不上课也能拿第一名 虽然幻想着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其实和上一世基本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自己更加注重应得的积累 在1997年的那个时代 小学生之间还流行着饲养电子机 比赛谁能把电子机养得更大时间更长 当然有着前世记忆的她 提前买好了最稀有的白色电子机 并把自己的电子机 交给了擅长养电子机的小金来饲养 当然这里还有个意外发现 就是前一世搬走的林奈 因为她在幼儿园的干预 林奈和她读了同一所小学 在学校里面她还发现了 长大以后会结婚又离婚的一对 不过现在她不打算打扰他们 和前世一样 下金美宝也同样的成为了朋友 下课之后三人也会聚在一起聊各种话题 有时候互相之间也会交换好看的贴纸 交换之前还要衡量一下贴纸的价值 稀有的贴纸是不能随便交换的 除非是等价的贴纸 到了1999年的四年级 之前的电子机和贴纸已经被淘汰了 女生又开始流行起个人档案本 里面可以记录自己的各种小秘密 马美心想这次她一定要好好保存下来 不能像以前那样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吧 转眼到了2003年 马美进入青春叛逆期 不知道为什么她和前世一样 一看到父亲心情就莫名的烦躁起来 这难道就是青春期特有的厌妇情节吗 上一世对父亲还挺苛刻的 当然青春期烦的还不止父亲 还有让人讨厌的老师 上课期间三天老师抓到了传纸条的学生 为了给这个他不喜欢的老师一个下马威 他主动站起来反对老师 要为传纸条的同学辩护 本打算用老师的观点反击老师 哪知老师不讲武德 直接叫他们三个人下课来他的办公室 不但没救下同学 还把自己也拖下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女生之间又开始流行照大偷贴 这又成了他们新的娱乐方式 某天上课 三天老师突然停在他的身后 拿出了他抽屉里面的游戏机 因为他彻底的忘记了这件事 没想到这一世重蹈覆辙 游戏机又被老师收脚走了 打死他都想不到 自己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虽然上天赐给了重生的记忆 但同样青春期的懵动爱情 在他这里已经不存在了 看着这些小屁孩哪里能生得起丝毫的爱意 曾经的暗恋对象 现在也是丝毫没有感觉 还是成熟的大叔有魅力 在学业方面有着先天优势 但到了初中就变得艰难了起来 一些顶尖的学生慢慢地都超过了他 每次也只能维持在全校第七名左右 当然还是如愿考上了和前世相同的高中女校 原因只是害怕自己考不上其他的好高中 如果还要重考就麻烦了 高中的生活也是枯燥无聊 女生们整天都是一些情情爱爱的 当然他也是完美地错过了这一波 因为他知道毕业的时候大家也是会分手的 2008年他顺利考上了大学 这次他选择了更难考的制药学院 巧合的是在大学食堂 他看到了前一世的大学男友田边圣 这一世他们不在一个系所以不认识 以前两人十分的恩爱 直到大学毕业两年才分手 原因是田边圣迷上赌博经常逃课 毕业后工作也不稳定换来换去 问他借了五万块钱后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这一世他打算擦肩而过 希望他和自己都能找到新的归宿 大学放假期间 好友美宝如期考到了驾照并且买了车 马美和夏季感叹美宝变化太大了 以前只能被限制在自己的家乡 有了车之后他们可以去附近的城市转转 在成年里上 马美再次看到那个上台导弹的家伙 一如既往的被人给拖走了 成年里结束他们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 看到曾经帅气的家藤变成了大胖子 历史的走向倒是一点没变呢 他们当中最会唱歌的小福 曾经受到大家的追捕 都认为他应该进入音乐界闯荡 小福也被大家的热情感染 说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秦史只有马美知道 小福最后混到来这档KTV前台小歌 他唱的歌也就在他们几人当中还行 大家还说等他出道后要买他的唱片 秦史最后谁都没有买 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女生还向小福要了签名 说等他出名之后就是无价之宝了 秦史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丢哪去 马美静静地看着这帮人的热情样子 心里不断地吐槽着 当然他把上一世的自己也吐槽了 他在想要不要阻止这一切 这样也许小福和小静就不用离婚了 本来已经想好了怎么劝谨一番的 他突然想起夏季好像说过 小福再婚之后有了小孩 所以才放弃了音乐的梦想 于是在KTV兼职打工养家 如果现在他强行改变小福的轨迹 那小孩可能就不会出生了 这是不是可能有损因的呢 权衡再三最后马美什么都没做 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临近大学毕业 马美顺利地通过了要济世考试 以及上岗之前的各种培训 毕业后被分配到了 居家20分钟的药局 和前世的公务员工作差不多 依然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 根据患者处方上需要的药品减药 并且检查核对哪点患者 最后将沟通内容记录归档 当然中途还要检查 医生是否对症下药 有时患者等待太久也会提出意见 要既是也要上前耐心解释 必如既往的平淡生活 某天下班 在地铁上看到自己的初中老师三天 初中那段不好的回忆 让他没有上前搭讪 而是打算用手机偷拍老师 好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 这个时候车上突然有位女士 抓着三天的手 说她是流氓乱摸 一脸懵得三天说 自己没有干那种事 两人便在地铁上面吵了起来 等到了下一站 旁边的人拉着三天下车 向门口的乘务员说明了情况 此时马美才想起来 上一世美宝好像说过三天老师 不知道是惹了什么事情 被学校辞退 刚刚看到真相的马美 赶紧下车向乘务员解释 说自己看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 并且拿出了刚刚手机拍的视频 视频里面显示乱摸女士的是 另一位男子 马美放大视频才发现 那个摸人的男子 居然是自己上一世的领导 乘务员说只要把视频拿给警察 想必几个月就能查到 这个人的下落 马美说这个人是在 政府部门上班的 自己去办理证件的时候 偶然看到过他 三天老师洗脱嫌疑 感谢马美出面帮他澄清事实 并且很快就认出了马美 马美解释说 刚刚会让人以为我在包庇 马美在报纸上面看到 这次事件闹得很大 他上一世的领导 被政府部门开除了 三天老师也亲自登门拜访 说这次多亏了他的视频 要不然他就要被学校辞退了 并且拿来了初中 被没收的那个游戏机 三天说当时本来要还给他的 结果太忙给搞忘了 马美拿出游戏机 没想到还能打开 当年刚买的游戏一天没碰 今天终于可以试试手了 结果发现里面的游戏 居然被老师给通关了 这个女孩经历两次人生 都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 那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中 就成了大名圣女 身边的朋友也和他一样 直到他看到上一世的同事 开心地聊着恋爱话题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是不是自己影响了身边人 第二轮人生26岁的他 已经换到了离家更近的药局 这家药局的规矩就是 第一个到的人负责开门 药局里面有一位 受人尊敬的前辈 平时做事也很细心 但是有一个他很不紧的习惯 就是每次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但他就是不开门 非要等到别人开门之后才进来 还要伪装成刚刚才到的样子 除了这个 其他的方面看起来都很优秀 因为药局离马美上一世 工作的地方很近 所以中午他就去了 以前常去的那里吃午饭 在这里他看到上一世的同事 心情莫名地复杂起来 没有他参与的聊天 前同事居然聊起了恋爱话题 还聊得很开心的样子 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聊这个话题的 马美甚至怀疑自己 上一世是不是耽误了他们 某天放假 他和妹妹一起去拜访祖父 妹妹说他最近来祖父这边来得有点勤了 难道是年龄大了开始年祖父了吗 其实是因为在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祖父的身体是好是坏 没过两年就去世了 所以马美才挑着这个时候 来多陪陪祖父 来了之后看到祖父用茶配着要一起吃 他拿来了祖父的两张处方一看 才发现两张处方上面的药 是不同的医院开出来的 如果混在一起吃会非常的危险 他开始怀疑 这不会就是祖父病情恶化的原因吧 为了以防万一 他拿着处方来到药局咨询 当确认是不能混在一起吃的答复后 明白了他的判断是对的 祖父后来也找医生重新开了处方 过了两个星期后 母亲告诉他 祖父的病名显好了很多 马美感叹自己学药剂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他目前为止 干得最让他高兴的一件事 但很快他又高兴不起来了 在药局随手翻开的一本杂志中 他看到一个让他熟悉的身影 就是上一世的男友田边胜 这一世因为没有产生任何交调 田边胜居然成了营收实益的大老板 他明明记得上一世 田边胜是个沉迷赌博一事无成的人 自己还借了五万块钱给他 难道是和自己有关系吗 这件事让他纠结了好长时间 第二轮的第三十三年 这也是他上一世去世的那一年 他依然没有结婚 依然整天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八卦 唯一不同的是 这一世他们碰到了长大的林奈 林奈主动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林奈说自己找到了一中人 还拿出了对方的照片给大家看 马美一眼就认出照片中的男子 是他们药局的前辈公刚先生 还有让马美更无法说出口的事 公刚先生可能是已婚人士 因为他曾经看到公刚手上戴着戒指 小的时候是林奈的父亲有外遇 现在轮到他了吗 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强行改变的命运又会在某个时刻回来 之后他们又去照了大头天 年龄大了总是想着去回忆青春呢 来到KTV他们果然遇到了 十三年没见的小福 马美其实早就知道 但是还要假装很惊讶的样子 小福给他们开了大包间 并很快端进来三杯饮料 说是他请客免费的 马美开心地站起来说真棒 上一世小福请他们吃的是薯条 他们都吃饱了 来得根本吃不下 所以马美刚刚才待在门口说都吃饱了 看样子小福领会了他的意思 之后马美把林奈 男有可能已婚的事情说了出来 三个女人商量了半天 打算把林奈叫来直接告诉他 结果三人都没有留林奈的联系方式 夏季想到小福可能有 马美出了包间来到前台 好在小福确实留有林奈的电话 马美趁机问小福现在过得怎么样 小福说自己还行 虽然打几份工有点累 但是她过得很幸福 还拿自己小孩的照片给马美看 马美问她的音乐梦想也放弃了吗 小福说自己可能不是那块料 为了家庭放弃了 马美心想 当初没有改变小福的命运也许是对的 联系上了林奈后 他们三人还搞笑地预演了一下会发生的事情 让夏季扮演林奈 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差点给他们整笑了 三十分钟后林奈如约前来 一番简单的寒暄之后 马美说了工刚先生的事情 林奈愣了一秒 当确认这是真的后 她也是十分干脆 拿起电话就打了过去 将工刚劈头盖脸的就骂了一顿 然后就是分手删除电话 挂掉电话三人都为她鼓起了掌 为林奈这种果断干脆的方式叫好 那天晚上四个人就像疯了一样 唱了好几个小时的歌 等活动结束之后 四人在超市门口又开始闲聊起来 看到林奈的心情不错 三人顿时放下心来 闲聊的功夫又开始了八卦 马美回头看到地上的纸条 想起来上一世好像就是因为去剪纸 结果被车给撞了才开起重生的 这次看到帮她的车子开走了 她开心地跳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她还没经历过的未来了 四人坐上美宝的车离开 此时一位神秘女子在后面静静地看着她们 之后的几个星期 依旧是朝九晚五的平淡生活 唯一不同的是工刚先生会主动去开门了 再也不等别人提前来开了 其他的依然和原来一样 这天正准备去吃午饭的时候 看到一个影视剧组在拍外景 好奇的她不断望去 好像里面还有一位明星在 专心的她根本没注意到 一辆货车驶来她这一世又结束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无奈的她再次来到服务台 问为什么她是固定在33岁死亡 工作人员说每个人都有容易死亡的时期 还拿出了一大堆资料来证明 说她的容易死亡时间 集中在30多岁的时候 只要能躲过这个危险期 以后就能长命百岁了 马美此时后悔莫及 但也无可奈何 她问这次积累的英德 总可以投胎成人了吧 结果工作人员还是告诉她 马美还想争辩一下自己有多努力 工作人员解释 想投胎成为人只是人的想法 其实动物自己也会想投胎成相同的物种 比如乌鸦也会想投胎成乌鸦 蟑螂想投胎成蟑螂 马美说这次她积累的英德 应该比上次多吧 只是因为英德不够 无法投胎成为人对吧 工作人员告诉她是的 看着青花鱼的照片 她实在不想投胎去当一条咸鱼 而且还是一条随时会被人吃掉的鱼 马美问还能继续重生吗 这把马美惊呆了 本来是抱着侥幸的心态问下 她问这是可以无限次重来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的吗 工作人员说不是的 重生次数是由第一轮的英德量决定的 有的人一次重生的机会都没有 她问自己还有多少次机会 工作人员却说这是保密的 算了不纠结这个事情 然后马美走向右边的那扇门 第三轮的人生便开始了 这一轮的婴儿期还是那么的心累 好不容易熬到上了幼儿园 发现了更心累的事情 就是老师和林奈爸爸的事情 还要再解决一次 可惜她也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照着原来的办法又做了一次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看着桌子上面的青花鱼 她发誓下次一定要投胎成为人 顺利地度过了幼儿园和小学阶段 在第三轮的第14年 青春期对父亲的厌恶依然存在 朋友之间的聊天话题 又变成了各种影视剧和电影 这次三田老师一如既往地 抓住了传指条的同学 有了第二轮失败的经验 不服输的马美再次挑战老师的权威 她成功找到了老师话中的漏洞 怼得三田老师一时语色不知所措 本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权 但三田还是让她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你老师还是你老师 继续发动不讲武德的技能 下课后他们三人依旧 还是要去老师办公室IP 经历三轮鞭策马美才明白 和老师讲道理是多么愚蠢的想法 在学习方面 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 干脆直接摆烂只考到全校第13名 比第二轮的时候还要差 初中结束到了高中 依旧没有什么太大概念 大学依然考上和之前一样的学校 不过这次她选择了和第一式一样的文学院 当然前世男友田边胜也在这个学院 降脾气的马美依然不打算和田边胜认识 因为她不相信因为自己的关系 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发生那么大的改变 第二轮的田边胜也许只是运气好 她不想认识人家 不代表田边胜不想认识她 田边胜主动过来邀请她去唱歌 盛情男却只好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去了 看着田边胜唱着熟悉的歌曲 又让她回忆起那些美好的过往 活动结束之后 因为回家是同一个方向 田边胜开车送她回去 坐在这个她十分熟悉的车里 马美的心情莫名的复杂起来 开心和难过就像影片一样 一幕幕在面前闪过 田边胜则对这个一直不说话 故意疏远她的女生产生了强烈好奇 下车前要了马美的联系方式 虽然交换了联系方式 但是只要不联系不就好了吗 本来想的挺好的 但田边胜总是以邀请很多人的名义 把她也给带上 本来就脸皮薄的马美 不知不觉的又和田边胜玩到一起去了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 田边胜就跟她告白了 想起第二轮成为大老板的田边胜 也许这次田边胜的命运会不一样 她打算赌一把看看 于是答应了跟田边胜交往 对马美来说 这是相隔62年的分手再次复合 一场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奇妙体验 虽说早就知道男友的性格 也不再有什么新鲜感 但两人依然相处得很融洽 她心中暗暗发誓这次一定不能 让男友再染上赌博的恶习 一发现男友没来上课 她就会立马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 来到他们租住的地方 发现地上的垃圾丢得到处都是 马美狠狠地鞭策男友让她近 过了一段时间 田边胜主动提出了分手 可能是认为马美管得太严了 结果两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分开了 这复合是复了个寂寞呀 马美瞬间感觉好像失去了十个亿 有时你不得不相信 有些人注定只能停留在你的心中 却不能留在你的生活中 既然命运无法改变 那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大学毕业后 马美进入电视台工作 她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东京 第一份工作是制作歌词大字幕 或是当灯光替身 虽然工作辛苦 但她认为也是有利于应得积累的 之后她被分配到戏剧组成了制片助理 帮助引导和照顾演员 还有确保拍片现场能顺利运作 因为有了前两世的工作经验 她的工作能力当然也是相当出色的 她与演员旧田相处 二人约定等她当上制作人 就请旧田当主演 第一部电视剧拍完后 有一段时间的假期 趁着这个机会她回家陪父母 当然夏季和美宝依然是她的死党 三人在一起聊起了青春回忆 之后也是一样 每当她工作累了的时候 就会回到家乡找到死党聊一些有的没了 借此来缓解压力补充能量 在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后 她终于参与到自己前世喜欢的一部剧中 并且一同工作的制片人都是业内顶尖水平 此时一个女孩跟她打招 马美立马认出这是她的小学同学小工 小工说自己现在是化妆师 意外的相遇让两人很开心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电视剧制作完并播出第一集的时候 和她预料的一样收视率很高 之后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 某天妹妹给她发来信息 告诉她今天是父亲生日 让她别忘记给爸爸打个电话 她突然想起上一世 给父亲买了生日礼物回家的时候 在地铁上面遇到三田老师 并且老师被人诬陷成了色狼的事情 但是现在她仍在东京 而且还要工作到深夜 没办法赶回家乡啊 这件事情她爱莫隆住了 虽然是这样想的 但是工作的时候 一想到三田老师的下场 她就无法安心工作下去 来到旁边的日程安排表 她想如果拍摄的进度加快 是不是就有时间赶回去啊 于是她赶紧修改了拍摄计划 本来一场戏七个红合 被她改成了三个回合 不必要的镜头全部删除 还通知同学小贡提高化妆的速度 提前安排下一场戏的人员 进入片场等待 给临时演员安排茶饮 保持他们旺盛的体力 避免他们劳累重拍 还说服了导演午餐时间度休息 直接一次性拍完收工 晚上才能到的演员 也被她提前叫来 在这一系列的安排下 拍摄进度果然快了不少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拍摄场景中的叫号机坏了 好在摄像说坏的那台切掉就行了 导演同意后 拍摄终于能顺利进行下去了 但此时被叫来的演员 在路上堵车了 马美询问外景组的前辈怎么办 好在有条小路可以走 这个问题也顺利解决 最后提前三个小时 完成了拍摄任务 坐火车回家的时候 她回忆着那晚 好像是坐了九点的地铁 但是九点的地铁有三趟 具体是哪一趟她也不记得了 好在她记得老师 是在北雄谷上的车 干脆在站台门口那里堵她吧 等人的间隙 还碰到了小学同学险境 小静正好下班路过这里 聊着聊着两人 又聊到了小福身上 这个时候小福和小静还没离婚 转眼话题又变成了 家庭琐事和生小孩 马美心想话题 怎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了 之后告别了小静 没过多久就看到了三田老师 她赶紧跑过去和老师相认 并说好久没见 要和老师好好聊聊 但三田老师说 自己太太怀孕的岗局 要不改天再聊吧 看着走远的三田老师 马美心想这下真完了 要不干脆在车程干预吧 她追上老师说 自己也要坐地铁 故意把老师 带到远离事故发生的地方 没过多久事故如期发生 她成功地帮助三田老师 避开了这一劫 顺便回了个家 给了父母一个惊喜 还带来了父亲的生日礼物 刚刚回家就要走了 搞得一家人都来送她 父母为女儿 大老远地赶回来而开心 马美则为解决了 老师的问题而高兴 虽然她自己也说不清 这是为什么 工作依然紧张和忙碌 午餐时间她会和老同学一起 两人挑个不错的餐厅就餐 趁这个功夫 他们还可以闲聊一下 以前的趣闻 顺便说下工作上的事情 晚上则要工作到很晚才下班 某天晚上夏季打来电话 让她从窗户往下看 原来是美宝夏季来东京看望她 马美说他们也太夸张了 还特意跑到东京来找她 夏季说明天自己和美宝都放假 明天打算在东京玩一整天再回去 马美说我挺开心 但是也提前说一声啊 我还可以准备一下 现在只有一张床怎么办 美宝说我们三个人 睡在地上不就好了 马美却要睡床上 夏季说这家伙来了 东京后就变了 都不配合他们一起了 马美说不是不想和他们一起睡 只是她认为有床 为什么不睡床 死党说睡哪里无所谓 我们只是想和你睡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有哪里 马美问夏季买的这包零食 为什么没有拿出来分享 夏季才反应过来 居然把这是忘了 于是三人边吃着零食 边聊起八卦 聊着聊着还说起他们以前的丑事 人一生中如果有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 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马美的压力和疲劳一扫而空 第二天早上 马美看到夏季拿药 陪着茶水一起吃 她赶紧帮夏季拿来了水 提醒她要喝茶水 不要混在一起 夏季虽然觉得挺奇怪 但还是赵佐了 送走两位死党后 马美想起上一世祖父的事情 趁着周末的空闲 她赶回祖父家里 上一世让祖父换处方的事情 她又照着来了一遍 但是妹妹问她怎么知道 这两种药不能混着吃 因为这一世她又不是药剂师 马美只好胡编乱造的说 自己为了拍摄医疗剧 学习了很多医学方面的知识 哪知妹妹继续追问是哪一部剧 她只好把其他电视台的剧先拿来凑数 没想到祖母又开始上心 说要去买DVD在家里看 最后祖父换处方的事情 当然也是顺利完成 拿起药局的杂志 看到田边胜这一世 依旧成功的当上了大老板 马美心想如果大学的时候没有分手 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 唯一不同的是 上一世田边胜公司的营收是十亿 而这一世变成了九亿 她心想自己和田边胜交往了两个月 就让对方损失了一亿 不自觉的有点愧疚了 两年后马美在电视台日积月累的努力 终于有了成果 丰富的经验让她的企划书顺利通过 她可以申请成为制作人了 于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 已经在她的脑中慢慢成型 她打算把自己的经历拍成电视剧 当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的故事 电视台的其他制作人和领导 评价她的故事太平淡了 而且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 重生只是为了救人合足止婚外情 这谁愿意看了 而且在重生后跟上一世比 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这也太奇怪了 这不是浪费了重生的次数吗 正常人不应该是拯救世界 或者拿个诺贝尔奖什么的吗 面对台里面的压力 无奈的马美只好妥协 等到下班后 她又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林奈和龚刚先生的婚外情 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漏洞 就是不在药局上班的马美 不可能知道龚刚先生是已婚人士 她说的话可信度不高 她想起来现在林奈和龚刚先生 还没到他们认识的那个时间点 只要阻止林奈和龚刚先生相见 他们不就不会产生交集了吗 于是她开始跟认识的所有同学打电话 询问他们谁知道林奈或者小福的电话 可是问了一圈下来 一个知道的都没有 接下来马美应该怎么办呢 上集说到马美准备拍一部 关于自己的故事 演员人选的安排 拍摄计划的制定 影视节目编排 电视剧宣传 她开始跟各个部门和人员沟通 有时还要应付其他经纪公司的推销员 虽然演员早就内定了 但有些经纪公司 依然孜孜不倦地派人来推销 在拍摄任务开始一个月前 她找了一个机会回到家乡 来解决关于林奈的事情 晚上她直接来到小福工作的KTV 但是小福今天没有排班 今天上班的是一个小姑娘 马美说自己是小福的小学同学 希望能提供小福的联系方式给她 小姑娘以为她是来找麻烦的客人 所以找了个借口没有给她 马美翻开小学的毕业照 试图从中找到林奈或者小福比较熟悉的人 但想来想去也只有小静最有可能了 这个时候小静可能和小福离婚了吧 于是她拨通了小静的电话 询问小福或林奈的联系方式 好在小静真的有林奈的电话 马美拨通了林奈的电话后 开始尬聊一些曾经的回忆 最后再约林奈4月1日出来吃饭 因为那是林奈去和公刚先生见面的日子 但却被林奈给拒绝了 现在马美一个头两个大了 这可怎么办 于是在4月1日那天 她干脆来到林奈和公刚先生碰面的那家饭店 找了个客人必经之地 坐在这里等着林奈出现 等人的间隙还顺便吃了个饭 吃完饭干等着好像也不太合适 干脆又点了一些冰淇淋和饮料 结果吃了一大堆的食物林奈都没来 就在自己快要等不下去的时候 林奈终于出现了 两人同时看到对方打招呼 两人都很高兴能在这里相遇 林奈说自己本来已经有约旦临时取消了 正好一起吃个饭吧 马美害怕等会公刚先生回来 说要不我们换一家吃吧 林奈说不用这家挺好吃的 还热情的要请客 要马美放心的点 马美心想我刚刚吃了那么多 现在真有点吃不下了 但是就算吃不下 为了帮你摆脱婚外情 不吃也得吃啊 就在两人正开心聊天吃饭的时候 公刚先生走了进来 马美赶紧转移林奈的注意力 乃至公刚坐在了离他们很近的位置 这下真危险了 为了转移林奈的注意力 马美一个劲说着自己工作上的趣闻 好不容易熬到快吃完了 结果林奈还有个小菜迟迟不吃掉 急得马美心里直骂娘 就在这最后一刻 公刚还是注意到了林奈 并且主动上来打招呼 公外垂成的马美气得响一头撞死 好在他们只是打了个照面 毕竟有马美这个灯泡在这 他们也不好坐在一起深入交流 林奈起身去接最后一杯水 喝完就打算离开了 马美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转头却发现 两人居然在交换联系方式 在如此严防死守的情况下 你们两人居然都接上了头 等他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两人已经完成了情报交换 无奈的马美只能呆呆地看着空气 离开饭店他们各自回家 马美心想接下来怎么办呢 想了一晚上他终于想到了主意 一大早他来到上一室工作过的药局 公刚先生和以前一样坐在车里等人开门 他找到公刚开门见山 说公刚先生明明已婚 不要对林奈有不轨的想法 公刚本还想狡辩 马美说他进餐厅的时候明明带着婚戒 结果在和林奈交换联系方式的时候 为什么把婚戒拿下来了 是不是幻想着能发展出点什么事吧 这把公刚怼得无话可说 公刚有点恼羞成怒想赶他走 马美说你以后再靠近林奈的话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逼得公刚只好说 自己不会再去找林奈了 临走前马美把自己上一室 一直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女孩和好友正在讨论工作 意外发现好友居然是已婚人士 在他们这个一心只为事业 目略恋爱结婚的团体中 竟然出现了叛徒 得知这个惊天恶好 他逼问好友什么时候结的婚 怎么自己完全不知道 好友说自己六年前来这工作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太猛了 也没有办理婚礼 所以就没告诉他 马美说这六年来 自己居然完全没有发现他已婚 马美本来以为好友和自己一样 属于忙着工作忽略感情的人 没想到今天突然知道有人出卖了组织 好在还有夏季没包两个私党 可以安慰一下自己 此时九年未见的小福突然来了电话 两人相约在咖啡厅见面 自从成人离以后他们就没见过了 小福说自己来东京办点事 马美知道他离婚的事情 问他离婚后过得怎么样 小福说自己正在和一位女生交往 可能要开始一段新的婚姻了 还拿了对方的照片给马美看 马美看后有点吃惊 这不是自己上次去KTV找小福 遇到的那个女生吗 怪不得上次不肯提供小福的电话给他 随后小福拿了自己的新唱片给马美 说不嫌弃的话就听一下吧 马美心想 前几世都没有机会听到小福的新曲 这次终于有机会听听了 马美问他的音乐梦想怎么样了 小福说自己离开了唱片公司 作为独立音乐人在创作歌曲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还想尝试着演戏 为以后的人生拓展更多的可能 如果马美的电视剧 需要一些什么小角色的话 他可以胜任的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马美 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找他 马美心想这次可能要 辜负小福的期待了 因为电视剧的演员人选已经排满了 这天晚上夏季和美宝又来到东京 马美抱怨他们来得也太勤快了 夏季说你再等啰嗦 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来 马美说今天她遇到了小福 你们还不知道小福和小静离婚的事吧 靠音乐赚钱养家应该还是挺困的 所以今天小福跟他说想演戏之类的话 夏季和美宝很意外 没听说小福还会演戏啊 以前小福可是班上的风云人物 现在可拉下脸来找你帮忙 也是不容易吗 可能是生活所迫吧 想到老同学混得凄惨模样 三人都为小福惋戏起来 美宝说要不买点她的唱品好了 马美说正好小福今天送了一张给她 要不一起听下吧 两人还有点小期待 毕竟小福可是他们班上的歌王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 有两人分担 不想让 你为难 听完后三人都呆住了 怎么会唱得这么难听 马美转移话题说起小公 说小公六年前结婚了 马美问他们为什么不感觉到惊讶 毕竟我们三个大龄圣女都没结婚呢 夏季说知道了小福的经历后 小公的事情也就没那么惊讶了 特别是在听了小福的歌后 夏季让马美别再放小福的歌了 之后马美的电视剧拍摄得很顺利 虽然剧本是根据马美的经历来制作的 实际上内容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剧情的内容变成了以复仇重生为主 而且这次担任主演的影政史 马美很早之前就认识的明星就点 但剧集中另一位主演前夜先生 因为航班延误明天无法赶到拍摄 马美联系到排程人员 看能不能挪到后天再拍 但随后了解到旧田小姐 明天中午就要离开 两位主演如果明天不能再一起拍摄 后面的拍摄任务可能就要耽误 怕是赶不上第一集规定的播出时间 马美向导演提议能不能分开拍摄吗 两人擦肩而过的镜头用临时演员代替 看了临眼的名单后 都没有找到身高相同 并让自己满意的影员 此时她突然在包里看到小福的资料 而且身高也很符合 也许小福可以试试看 之后小福就被马美给请了过来 小福没想到化妆的小贡也是同学 拿了一张唱片给小贡 之后拍了几张照片发给导演确认 导演同意后小福顺利地进入摄影棚拍摄 开拍后小福完美地完成了提升演员的任务 临走时马美说下次安排 更有戏份的角色给她 再去给她安排计程车的时候 回头发现小福居然和旧田搭上线 还送了旧田一张唱片 马美只好当作没看到 终于迎来第一集播出的日子 夏季和美宝也在晚上赶到东京 要和马美一起观看第一集了 重启人生 就在马美赶回去的路上 一辆货车失控 马美跑到服务台诉苦 说自己才29岁啊 你上次不是说到30岁才危险吗 工作人员说那只是概率问题 在这之前过世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说要开始安排她的投胎了 马美问他们这里没有电视吗 这可是自己写了一堆的企划书 好不容易才通过的剧本 开了几个月的会 每天拍摄到深夜 连老同学都拉来拍摄 预告片剪辑得超级精彩 今天就要播出第一集的关键时候 她死了 就不能等她看完再死吗 马美说她对一个死人的心愿 回绝得也太快了点吧 工作人员向她表达了歉意 说那毕竟是她一手打造出来的电视剧 问她看完那个电视剧需要多长时间 马美说一个小时就够了 只看第一集她就心满意足了 然后问工作人员现在可以看了吗 然后又问她哪个台播的主演是谁 马美看到希望 又说只看十分钟行不行 工作人员接着问一共有多少 马美说你又不让我看 干嘛问那么多 工作人员说不是你刚刚投诉 我回绝得太快了吗 所以我才需要多问你几个问题 马美问这次能投胎成啥 马美质问工作人员 自己这一世都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只能投胎成的海胆 还不如前几世呢 工作人员给了她一张 主熟了的海胆照片 马美说海胆她也没办法接受 问还能不能再重新来一次 工作人员告诉她当然可以 走向右边的时候 她又回头咨询 为什么每次都要重头开始 那样很累很吃力的呀 能不能从中间的人生开始 就像游戏可以存档的那种 马美的第四轮人生开始 因而其他发誓这次一定要平了 不能按照原来的轨迹继续生活 不然因得量耗尽她真的完了 上幼儿园之后 她不但自己不去稀释花蜜 还主动劝说同学不要稀释 并且教育玩具多的同学 要学会和其他同学分享 至于老师和林奈爸爸的事情 这次她打算换个方法 直接找到老师说明情况 让她一定不要搞外语 老师问她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她说之前就有个老师 搞外语导致气力子散 最后被幼儿园开除了 所以她希望老师不要消失 马美说老师的纸条上面 有林奈爸爸的电话 让老师不要和对方联系 老师打开纸条很是吃惊 还真是电话 当着马美的面 老师撕掉了纸条 并且答应她不会搞外语 让马美放心 这次的策略非常成功 老师特意和林奈爸爸保持了距离 马美心想早知道这样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做的 上小学后 她主动和长辈打招呼 给学校的植物浇水 尽自己所能干的一切事情 来收集英德 这次在学习上面 她也不再躺在 现有的智慧上面坐享集成 而是从小学开始 学习初中和高中的知识 学习她认为任何有用的内容 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但这一切换来的代价就是 夏季和美宝没有成为朋友 而且早早地便戴上了眼睛 某天去图书馆的路上 看到夏季和美宝在公园交换贴纸 前几时的记忆回荡在脑海中 她走上前去 要求加入他们的小团体 两人想都没想让她加入了 马美瞬间感动得要哭了 夏季和美宝哥送了一张贴纸给她 她说自己也要送给他们的一张 只是夏季和美宝看了她的贴纸后 他们各自随便挑选了一张 马美明显感到他们两人 是在和自己客气 没把自己当成朋友 难道真的是 没有了共同话题 就很难玩到一起去了吗 回家的路上 美宝问她为什么那么聪明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马美说自己在补习啊 林别分开 看到夏季和美宝渐渐远离 马美感觉这一世 好像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了 她似乎也很难融入到对方的圈子中 心中莫名的难过起来 路中之后依然延续了减垃圾的习惯 上学也只有她一个人了 看到夏季和美宝 只能和他们简单打个招呼 然后独自向学校走去 因为没了朋友 马美把心思全部放在学业上面 这一次终于考到了全校第一名 但孤独感时常伴随着她 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 享受这个年龄段的快乐 来到曾经照大投贴的地方 看到夏季美宝开心地在这照相 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此时身后突然有人叫她 是全年级第二名的真理 真理邀请她一起照大投贴 没想到这一世她和真理照了想 真理在前几世都是年纪低 两人不知不觉就聊了起来 没想到聊得还挺投机 真理问明天还能找她聊天吗 马美没想到曾经渴望而不可及的任务 还挺平易近人的 其实真理也是这么看她的 果然相同的人更容易互相吸引 很快她和真理就成了朋友 前几世都是真理站在讲台演讲 这次讲台变成了她的主场 并且还成了学生会会长 真理则成了副会长 他们两人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这次高中她选择了当地最好的学校 依旧保持了全年级低龄的好成绩 某天看到报纸上一位医学教授 拿到了诺贝尔学奖 马美心想她是不是也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积累大量的英语 于是高中毕业后 她果断地选择了国立大学的医学院 第四次参加成年纪 又看到夏季和梅宝 这一世真理叫住了她 两人开心地进了会场 闹事的家伙依旧上了讲台 马美和真理两人开始分析 这家伙之后会面临的种种处处 就为了出短短几分钟的风口 确实不值得呀 之后他们参加初中同学的剧位 剧情还是和以前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位真理 看到他们又在吹捧小鼓 马美想起了上一世听唱片的事情 真理也和马美一样 都认为小鼓不可能成功的 真理甚至还想提醒小鼓 马美赶紧劝你 她担心后面的剧情发展 导致小鼓的小孩不会出生就不好了 看着小鼓和小静在交换联系方式 虽然知道他们以后要结婚离婚 马美也没有进行干涉 回到包奸本还想和夏季梅宝叙叙酒 结果变成了一边倒的追跑 让她感觉很是伤感 大学毕业后她考了职业医师证 在进修了两年的临床研究后 成为了国家医师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 寻找未被人类发现的医学现象 为未来的医学带来贡献 这项工作造福的是全人类 非常符合收集英德 马美心想这次总能投胎成为人了吧 当然除了工作之外 其他收集英德的任务也不能放弃 比如之前拯救三田老师的事情 但这次在地铁站 她又碰到了想法 小静还是和她聊些家常所事 这次马美支持了小静的离婚想法 因为聊得太久 结果三田老师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好在马美及时发现 三田老师也认出他们两人 还把小静的烦恼一起告诉了老师 正好利用小静把三田老师给拖住 马美说站着聊不太好 不如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 三田看了看时间数 坐下一班地铁回去好吗 于是三人找了的餐厅 三田老师劝小静 先不要着急想着离婚的事情 应该和小福好好地沟通一下 让她明白你的真实想法 如果小福坚持要在音乐界肚当 那相对地要答应你做好什么事情 夫妻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让步 如果实在沟通不了 再谈离婚的事情也不止 小静被三田老师的一番劝解 终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马美一看这风向不对啊 再一看时间 担心的那趟地铁已经启动了 不用担心三田被诬陷的事了 于是她劝老师赶紧去赶下一趟地铁吧 老师本还想继续聊的 在马美的再三坚持下只好离开了 临走前还不忘主顾小静 回去之后一定要和小福好好聊聊 就这样 三田老师的问题也算解决了 接下来她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女孩因为从小到大过于优秀 终于引起了自己妹妹的怀疑 她质问姐姐 这是不是她的第二轮人生吗 但打死她也想不到 这是她姐姐的第四轮人生 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优秀的姐姐 搞得她的压力也超大 成了父母和老师心中的 第二个天之骄子 这么多年都是活在姐姐的阴影中 马美说她的成绩不也很好啊 每次都是年纪前五年 妹妹说有个天台姐姐在前面 不知道作为妹妹的她有多辛苦 马美问如果这真是自己的第二轮人生 她要怎么办 妹妹问将来自己会和谁结婚 这个马美还真不知道 前几时还没等到妹妹结婚就挂了 这一是因为学的是医学 所以祖父冠楚方的事情也很快解决 药局的杂志上边 她没看到关于田边盛的消息 三年后她来解决林奈的事情 本以为这次应该是十拿九稳 没想到还是让两人搭上线 搞得她又要早起一次 马美把愤怒撒在了工方身上 这次的火力全开 几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之后她的研究员工作转正 终于开始做正式的实验研究了 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只要完成每天的任务就行 工作内容就是拿出需要的样本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工作既枯燥也无聊 而且很长时间也出不了什么程度 好在她有前几十的工作机内 再加上她有别人没有的死亡经历 这个工作她还能应付过来 实验室有个共用的显微镜 每次自己用的时候 都会发现不知道是谁 把显微镜调成了适合自己观察的角度 用完了也不调回来 害得她每次都要重新调试焦距 这是让她最恼火的一件事 在研究院的餐厅示范时 从自己的学姐那里了解到 那个显微镜不调回焦距的人 是他们所里的博士后天才 学生们还挺喜欢她的 整天只知道搞研究 不懂人情事故的家伙 可能大部分天才都是这个样子吧 马美对此也就识人了 在之后的实验中 马美渐渐也习惯了显微镜的调试 当然她用完会主动将焦距归零 下班的时间也不固定 根据各自的实验结果而定 有人下午六点就下班了 而有的人半夜十二点才下班 做了三年的实验后 依旧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研究成果 某天她回到老家 父亲告诉她 她妹妹即将把男朋友带回家 父亲和她商量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 万一对方是来求亲的怎么办 马美说自然就好了 不用特意穿什么衣服吧 父亲说那可不行 毕竟是这么正式的事情 几天后妹妹果然带来了男朋友 原来妹妹只是让男友来帮忙 组装一下新买的柜子而已 结果父亲等了半天 直到对方离开才搞明乱 自己这身正装饰白穿了 之后马美继续着她的实验 甚至有时候看着这些微生物 会让她产生一些奇妙的联想 这些微生物不会也是 别人转世投胎而来的吧 这一世她终于活到了三十五岁 比前几世都要活得长 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医学突破 但也在一些医学网站 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应该算是为医学界 带来了一些贡献吧 这一年她的妹妹终于结婚了 结婚对象正是那次 她带回来的男女 看着走进来的妹妹 瞬间想起来了 和妹妹一起成长的画面 那画面是如此的温馨和快乐 当年的小屁孩也结婚了 这让她赶出颇山 在老家她约甄莉一起吃饭 两人也是许久未见 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 甄莉现在当了飞行员 每年都要做全身提紧 要求极其的严格 马美说自己可做不到那样 此时夏季没保路过这里 正好看到他们两人 几人也是成年里后 十几年没有相见了 四人都挺开心 还能遇到老同学 感慨对方都没有什么变化 马美还想邀请他们 坐下来一起找 但夏季没保证到 他们和真理马美 不是一个圈子的 担心聊不到一起去 于是找了个借口 去了另一桌 等两人走后 马美说刚刚自己犹豫了 应该邀请他们坐下来 真理说他们不一定愿意 毕竟没有那么的熟悉 马美心想他们原来关系那么的好 现在却变得如此生疏 到底是岁月改变了自己 还是自己选择了改变 有的必有失 人生便是如此 真理拿出了初衷时候拍的大头片 里面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的见证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真理说有一件事 一直想问她的 真理也是重生者 怪不得前几时她一直是第一名 但马美却被问住了 是因为她真的是重生者 她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说出真相 好友真理看出了她的顾虑 说自己也是重生者 并且这是她的第五轮了 好友 马美问她怎么发现自己的 真理说她以前不是这么会念书的人 一下表现得那么突出 当然会引起自己的怀疑了 而且在初中的那次照大头贴 自己说这照片拍得很正 那个年代还没有很正这个说法 没想到你很顺气自然地接下去了 之后他们聊天的时候 还提到未来才有的购物中心 这一切都说明马美也是重生者 好友居然早就发现了 马美说干嘛不提前和自己说呢 真理说自己不好意思 万一搞错了会被马美当成神经病吧 自己可不想失去她这唯一的朋友 马美问她也去了投胎的服务台吗 第一轮的时候能投胎成什么 之后真理反问马美的是啥 马美记得自己第一轮好像是狮一兽 和真理不正好是天敌的关系吗 她只好支支吾吾吾地说 也是和白蚁有关的动物 真理听后还挺高兴的 以为重生者投胎的种类都是差不多的 马美问她选择重生 也是为了投胎成为人吗 真理说其实也不全是 第一轮的时候她还是中下成绩的普通人 我们和夏季美宝四人都是死党 这话把马美惊得不行 在真理的第一轮人生中 小学时他们四人总是形影不离 聊着他们编出来的电视剧话题 买他们喜欢的贴纸互相交换 真理生日的那天 他们三人还送了好看的贴纸礼啊 初中的大头贴也是他们四人一起照的 上了高中后才和他们三人分开 结果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 变成了一位风格古怪的太妹 成绩可想而知有多糟糕 结果只上了保育员专业的专科学校 不过他们四人的关系倒是没变 美宝开着车子带着三人 放假的时候到其他城市旅游 初中同学聚会 真理看着曾经暗恋的家堂 心中的美好再也不复存在 第一轮的真理居然是小福的粉丝 两人还互相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几个月后真理和小福开始交往 但小福的事业一直没啥起色 街头卖唱也只有真理愿意陪着他 但真理依然觉得很幸福 愿意一辈子支持小福 听到这里 马美吃惊真理居然和小福交往过 但真理说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半年 小福后来出轨他们就分手了 马美问小福和谁劈腿了 真理说是小静 小静其实在那次聚会后 就想和小福交往了 只是没想到自己杰族先登了 真理说他知道小福出轨的事情 还是你们三人告诉我的 看到这里我吃惊了 这不是林奈的剧情吗 真理知道小福出轨后 把小福叫来教训了一顿 并且当场和小福分手了 大学毕业后 真理去了樱花幼儿园当保育员 那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话说这不是马美小时候的那家幼儿园吗 我感觉这是有什么轮回在里面 当然参加工作后的真理 也经常和自己的三个死党聚会 还是三人为真理庆祝生日 四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快乐 但真理说这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 这里人多眼杂 两人打算换个地方再聊 随后来到小福的KTV 好在小福不在 不然有点尴尬呀 马美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理说之后夏季没饱 就因为发生空难而去世了 他们两人当时很长时间 都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虽然两人偶尔也会出来吃饭 但是再也没有以前的快乐 两人相约要连同夏季没饱的内容 一起努力的活下去 马美问那一世她活到了几岁 真理说自己也不清楚 她活到了62岁就去世了 马美比自己活的时间还长 真理第二轮的时候开始 就想着怎么拯救夏季没饱 本来想着不让他们上飞机不就好了吗 可后来一想飞机上的其他人怎么办 如果自己抖开飞机 并且能上飞机的话 说不定能救下全部的人 所以为了考上飞行员驾照 从小学开始就拼命的努力 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就慢慢的混成了年纪第一 和他们三人也渐渐拉开了距离 马美问她这样真的行吗 真理说因为提前知道出事航线 到时候只要改变飞机航线就行了 但后面她没想到 这一轮马美在33岁就去世了 并且马美的去世和她也有关 那天四人好友是在一起的 因为自己上厕所拖住了马美 因此第一轮的马美没有发生车祸 但在第二轮里面 真理要去拯救夏季没饱 老早的脱离了他们的小圈 马美说这不过是巧合而已 和她没有关系 真理却说因为她的提前离世 导致她伤心过度身体出现状况 之后没能当上飞行员 夏季没饱她也没能救下 自己也在40岁之前 就结束了第二轮 第三轮的时候 她提前来到超市那里等着 以防马美再次出现意外 这次她看到了林奈也在 马美也没有发生车祸 但她没想到马美几个月后 还是遇到车祸出事了 之后虽然当上了飞行员 但她发现飞行员不能自己选择航班 这一轮里还是没能救到夏季没跑 自己也发生车祸去世 第四轮里更是还没当上飞行员就去世了 从投胎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 她和马美一样很容易 在30多岁的时候去世 然后就到了现在的这一轮了 明年就是飞机出事的那一年 这一轮她已经做了万全的准 和排程人员的关系也出得非常好 上出事的那班飞机问题不大 马美让她务必小心 并问自己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真理说不用 让她安心等着就好了 不如等下他们再去照个大头贴怎么样 在这之前她要去趟厕所 马美感叹她还是老样子 其实马美知道真理这一路走人 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和自己平淡的重生相比 真理才是那个真正的英雄 两人又开心的去照了大头贴 回去的路上马美说 要不试着把夏季没跑一起约出来 反正他们四人本来就是死党 一定会非常合拍的 真理说等她把飞机安全的飞回来 那个时候再约不是更有意 马美问那不是还要等到明年吗 就等自己下次回来的时候约吧 两人在岔路口分别 马美又回到了一如既往的工作日常 某天她突然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 一架飞机在海上失联了 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立刻拨通了真理的电话 但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她害怕极了不敢往下想 直到几天后这种预感变成了现实 马美和同学来参加 真理夏季没跑的葬礼 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前几天两人还相约和夏季没跑相见 却不曾想噩耗来得如此突然 几人之后来到小福的KTV 大家都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没人开口说话 马美突然想到上次真理说的话 说那架出事的航班是在明年 现在想来是真理欺骗了自己 为了不让自己担心 结果三人就这样一直带到天亮 回去走在这她在熟悉不过的小路上 夏季没跑还有关于真理的回忆 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她的脑海 现在只留下自己一个了 一股悲凉之情贯穿全身 现在她理解了真理 失去她和夏季没跑的感受 为了麻痹自己 之后她更加专注于工作之中 三年后的某天她下班 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女子 女子突然叫住了她 问这是她的第几轮了 是马美第一轮的单位同事 也就是说对方可能也是重生者 要不然怎么一眼就认出了马美 马美问她怎么知道自己也是的 对方说这是她的第八轮了 在她的其中一轮 马美突然不见了 所以她就知道了马美和她一样 没想到在路上还能巧遇到马美 她也很吃惊 除了真理 这是马美遇到的第二个重生者了 于是她邀请对方来家里做客 对方告诉她 自己的八轮人生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特意的去改变 就像是在玩游戏一样 看哪一轮能过得和前几世一样 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马美心想这是第一轮过得有多幸福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39岁命运终于眷顾了她 路过建筑工地的时候 上方的钢筋掉了下来 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流程 工作人员告诉她 这次她可以投胎成为人类了 马美来到左边的门口 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左边 她想了想又掉头回去了 问工作人员自己还能重来吗 工作人员告诉她是可以的 但这就是她的最后一次重生机会 问她真的要使用吗 之后马美毫不迟疑地来到右边 开启了自己的第五轮人生 这一次她的目标不再是积累英语 而是为了让自己这辈子过得更好 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 真理也不再是孤军奋产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这辈子她都不会在后 这一轮的马美在参加完入学典礼后 在走廊上看到了 从另一个教室出来的真理 两人四目相对确认眼神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于是马美主动找到中村 希望能和她换一个班次 但中村说这趟对她而言 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非这趟的话 她的航路资格就会过气 两人赶紧回家商量对策 让她无法登机不就行了 马美说这样她们也会被怀疑 被调查甚至有可能坐牢了 没办法马美只好再次找到中村 说看在同乡的份上帮个忙 但中村的态度还是很坚决 在无可奈何之下 她们只好选择了下药 打算在机长登机的休息室 让真理和中村谈话转移她的注意力 马美在趁机 在她喝的咖啡里面下药 要校会在30分钟之内发作 并且持续半天的时间 这样马美就能接替中村的机长位置 到了事发的那天 两人按照计划来到机长休息室 马美可能自己也想不到 前几世学的医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正在马美还在想 这件事后应该要怎么收拾残局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她 上一轮她遇到的那个 八轮人生的河口小姐 这把马美给惊得不行 河口说自己上一世受到她的影响 也想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 结果这一轮在报纸上面 看到了马美的新闻 于是她就来报考空姐了 但是考核很严格 她好不容易才通过考核 后来才知道有个叫中村的人 帮了她的忙 好奇的她跑去调查了一下中村 结果发现中村今天本来是要 带着情人去台北度假的 上一世对婚外情极度反感的河口 命名给中村的老婆打了个电话 所以中村取消了今天的航班 估计现在已经在家里忙着灭火了 很快马美也接到排程那边的电话 让她担任今天937航班的机长 这一顿操作反而把河口给整猫逼了 过程虽然波折不断 好在最后的结局是完美的 真理马美带着责任和使命 即将登上937航班拯救所有的人 但在中途突然有位中年男人拦住了他们 马美说他们在等航班 有什么事能不能下次再说 男子拍了拍自己的皮包 说只给他两分钟的时候就好 不要逼他动促 并说这是他的第二轮人生了 他们即将登上的937号航班会出事 能麻烦他们能赶下航线吗 上一世他本打算和离婚的妻子附和的 结果前妻坐上了坠毁的937航班 所以这一世他特意去查了一下 是飞机撞上了掉落的太空垃圾 这听起来确实很荒谬 为了937航班上全体成员的安全 男子请真理马美务必要相信他 如果他们不肯相信自己 那么他只好劫持真理马美了 马美说让他放心 航线会改变的 真理说这是他的第六轮人生 马美说这是他的第五轮人生 他们都是为了拯救937航班上的人 而成为的飞行员 这让男子有点喜出望外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男子一个劲地向真理马美聚功致歇 两人终于登上了飞机 马美关闭了飞机上面的自动驾驶 而真理则趁机改变了航线 这次他们的目的终于达成 为了这一天 他们足足等了三十多年 两人聊起了下意识 如果还能在家乡出生 就算不是人类也无所谓了 此时他们看到了不远处 坠落的太空垃圾 这一刻他们都无比的激怒 飞机最后安全地降落在了台北机场 从机场出来的他们 看到了在电梯下面等着的夏季美宝 原来夏季和美宝 从飞机的广播中得知了他们驾驶员的身份 所以特意在门口等着他们 夏季和美宝可能不知道 刚刚在飞机上面他们躲过一劫 四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都拿出了他们曾经照的大头贴 两张大头贴放在一起 就像是四个人一起照的一样 这是他们三十多年来 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两人心愿已了 第二年 真理马美辞去飞行员的工作 回到老家后 马美找了个公务员的试感 还是和第一轮的时候一样 在政府部门朝九晚五的生活 在面对市民的时候 这次她变得更有耐心了 只是奇怪的是 河口小姐也和她一样辞职 来到政府部门和她一起上班 河口说自己不适应飞来飞去的生活 我怎么感觉 河口小姐像是专门来拯救马美的呢 而真理也回到了北熊谷幼儿园 和她第一轮的时候一样 又成为了保育员 各自完成人生目标的他们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夏季美宝真理马美 他们四人也终于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有空的时候 四人就出来吃饭聊八卦 但这次马美闹了个笑话 她以为夏季后面的袋子 是大家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那是个普通袋子 真正的礼物藏在脚下 美宝说早就看到她描袋子的眼神啊 还特意用眼神示一下子 赶紧拿出礼物啊 没想到夏季根本没有发现 真理说还特意数了一下 发现马美描袋子描了四次 搞得马美很是尴尬 不过这样嘻嘻哈哈的日子 她也很是开心 只有经历过几世人生才会明白 幸福的生活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之后他们来到小福的KTV 小福已经升职成为了金银 四人把初中同学都叫了过来 这是除了大学的那次聚会后 他们的第二次聚会了 马美说起小福的最后一次演唱 是真理和马美一起提的 大家都为小福感到惋惜 小福自己倒是无所谓了 在没有才华的领域早点离开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夏季说小福虽然没有音乐的才华 但是有让身边的人开心的能力 有这些就足够了 在这里小福又为大家献上一曲 马美发现真理和小金 这两位都曾和小福有过一段感情的人 现在反而在一起开心的聊着天 随后大家开始各自唱歌 最后这一帮人 在里面真就完害了 还是那句老话 人生中有几个真诚以待的朋友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58年后 四人坐在能悬浮的椅子上 述说着这一世他们的人生故事 这一世他们过得都很幸福 四人都寿终正气 整部电视剧 不同于其他的重生故事 没有围绕着金钱和爱情来展开 带点幽默平平淡淡的故事 但看的却一点也不枯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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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